字幕提供 籌碼動足先機 懂人掌握即興 大家好 我是謝忠林 歡迎收看今天6月22號 籌碼動人大戶羅盤的盤後前半視頻 今天是禮拜一 一個禮拜開始 在這邊我先祝福所有的頭朋友 祝福大家在這個禮拜三天的假日 都可以超順利都可以賺大錢 好不好 那頭朋友我們剛講 這禮拜只有三天對不對 這禮拜只有三天的話 再來就是四天連假 那四天連假現在 北京美國跟巴西 看新聞 因為我沒有實際去看 就新聞的報來講 好像這個疫情有點死灰復燃的狀況 所以呢 所以在有長假效應 股市會有節銜賣壓 以及疫情又開始蠢蠢欲動的狀況下 它一定是會大幅的震盪 它會晃來晃去的 那晃來晃去的話 我個人認為是這樣 操作一樣分兩個部分 第一個什麼 就是你短線上打帶跑的部分 打帶跑短線嘛 那第二部分呢 就是你這個地方 你趕快開始留意一下 下半年到底 哪些股票它是會好的 因為上半年快要結束了嘛 你什麼法人作帳 基本上也剩沒幾天了嘛 這地方同樣都會做完 那全部都會做完的話 因為法人作帳 投心很多家啦 甚至於就績效的部分來講 對投心是很重要的 所以呢 所以如果說一些大家持股多的 可能會什麼 你砍我不是我砍你的狀況 你懂我意思嗎 你說大家一起把他拱上去 機會不太大啦 因為如果拱上去的話就是什麼 持股多的投信賺到嘛 但是呢 一般一般的 以人心來講啦 以投信圈來講 通常都是 我先把你的K下來 比較實在啦 所以呢 所以震盪一下 我認為就是你平行看到都可以的 因為之前我如果說 會買那麼多的話 通常都是什麼 左右你在下半年的部分 那下半年快開始了 甚至有些怎麼樣 有些是7月公佈6月營收 之後再來會怎麼樣 它的好日子就要來了 好不好 所以呢 所以操作上我認為就是 你分兩個部分 一個一樣是短線打帶跑 一個就是你佈局後面的潛力股 這個部分 好不好 那就盤來講 我認為沒什麼太大問題 因為它還是在右上角 有問題的話 等跌破約先再來 我們再來看要怎麼處理 但是現在它都沒有 只是它資金要怎麼輪動而已 到底是要繼續拱天上的生技股 然後晃來晃去 還是呢 還是有些在下面要上來的 這些電子股 它這地方要做一些換股的動作 反正這個東西 就是我們後面再來看 但是還跟大家提 就是你有長假的效應 然後又有疫情的蠢蠢欲動 所以呢 所以這地方會稍微震盪大一點 再讓大家一點的話 股變的家喻策略 應付萬變的事從金融市場 我們舉個例子 打個比方 是我們今天做的 早上一開盤 就我們就請我們的特別會員 買金測 他很貴 他超高價的 700多塊 這金測 資金購的 740附近小買部分持股 買了 買了它就急拉了 就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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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去 金測 急拉 有買的可大量出廠 差不多 13分鐘 我們算15分好了 就是15分他就怎麼樣 15分他就拉了30塊 拉了30塊幹嘛 這邊是我call的時候 這邊670月 所以拉了30塊 拉了30塊 全部禮拜一 15分一開盤 賺一張就賺3萬 扣掉手續費差不多2萬5 算一張就好了 買個一張就2萬5 15分鐘 獲利放口袋 就差不多這樣子 就差不多這樣子 因為要放假了 避免夜長夢多 所以這個就像我們上禮拜跟大家提的 比如說我們有跟大家說過 我們上禮拜 禮拜四出南瓜對不對 出禮拜 禮拜五一開 開高全出 同學你知道嗎 這南瓜我們禮拜三買 禮拜三買禮拜四漲停 禮拜五一開高 這個 兩天的時間你知道嗎 差不多兩天的時間 兩天的時間20% 這兩天的時間就漲20%了 所以這屬於短線的部分 當然我還是要跟大家提 同學 就是股票怎麼出來 以及後面怎麼應對 股票怎麼出來 當然就是 一指賺還有按道 還有什麼 還有它是一個題材面 同學它是一個題材面 但是題材面的話 它有這個題材面有加分 但是會什麼 會讓它多賺多少錢 其實它的這個東西 占它營收不大 好不好 占營收不大 只是什麼樣 只是現在吃進 一直在拱市場的生計股 一直在拱市場生計股 如果我說這個東西是有效的話 我說真的 同學 那個新冠疫情從去年底開始 到現在都 到現在都多久了 半年多了 半年多 恒大都漲幾倍 恒大漲幾倍 它怎麼現在開始漲 為什麼 同學其實很簡單一個道理 我不知道你認不認同 就是那種 前一波開始 一開始起漲的 或者說中間開始起漲的 其實什麼什麼 疫苗啊 什麼口罩 防疫的那些 很多都在天上 很多都在天上 其實資金已經買不下去了 那買不下去怎麼辦 他找那個落後補漲了嘛 他找落後補漲的像這種是什麼 就落後補漲啦 因為之前他沒漲到嘛 他會問你去看一下南光的線型 他之前有漲到嗎 他之前根本沒有動過 都沒有動過 沒有動過 都沒有動過啊 沒有動過 現在怎麼開始漲 找個題材嘛 你說這個題材可以讓他賺多少錢 那一星星也十塊了 大家的比重都不高嘛 就各位數而已嘛 這比重不高啦 好不好 所以他就這個題材 就是你那種之前漲上去的 什麼恒大那些 那個大家追不下去啦 太高了 股價太高了啦 所以開始找什麼 找落後補漲的 那你去想一件事 如果那個之前先漲的 漲不動的 開始在找落後補漲的 其實他在告訴你什麼東西 你知道嗎 以我的經驗啊 參考看看啊 以我的經驗 通常都是這個族群 他可能快要休息 我沒休捆啦 所以你不要想說 我絕對不會是最後隻老鼠 好不好 前年的股 前年的背貪圓件 大家也覺得他不是最後隻老鼠 結果呢 結果後面一堆最後隻老鼠 在上面 還賣給我 好不好 所以 有賺就好 好不好 就是個題材面 有賺就好了 反正三 就兩天啊 兩個家 兩個家是賺20%這樣 還不夠 還不行啦 所以就是短信上的部分 那短信上的部分的話 當然 我認為有一些股票是 下半年這個地方 他開始怎麼樣 開始 開始往上走了啦 那開始往上走的話 我現在這個我們講一段時間 蘋蓋登老朋友 有的已經拉開架叉了 有的還在這邊原地 反正就是給我抽叉就對了 拉上去 對 調節 要掉下來嘛 你可以接 短信上你可以這樣做啦 好不好 就是有人已經拉上去了啦 那蘋蓋股 我們之前跟大家說 滑通嘛對不對 滑通嘛 我今天先出掉啦 因為我手中有另外一支蘋蓋股啦 滑通先出掉 換另外一支什麼 換另外一支 換另外一支潛力股 換另外一支有潛力的 我現在我們學員 也在看節目對不對 我問你一件事情 他有殖利率的保護對不對 有殖利率保護嘛 那今年有殖利率保護 那你知不知道今年賺多少錢 今天我們簡單看 就是今年一定比去年好嘛 對不對 今年一定比去年好嘛 所以呢 所以如果說 他知道這種他的配息方式 明年如果說也配這樣的話 他的殖利率保護是保護到什麼時候 保護到明年去對不對 因為明年要用今年的獲利來配息嘛 所以他的殖利率保護是 他可以保護到明年去的 所以代表說什麼 代表說他這個地方 他不太容易下去 甚至下去就算盤很爛的話 下去震盪也震盪不多 甚至下去應該是 應該做加碼的啦 那再來 他明年可以賺多少錢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算過 他去年比 去年比前年好 今年比去年好 明年比今年好 那明年還可以賺多少錢 明年啊 明年現在反而在估差不多賺3塊半 3塊半 那我再問你喔 他如果明年賺3塊半的話 3塊半 他配配3塊合理吧 有沒有 配3塊 殖利率的觀點來看 你覺得股價到合理 到多少才是合理的 殖利率的觀點啦 股價應該多少才合理 那如果說你 這個東西你不要看的話 你看這個3塊半 他這個3塊半 從過去來看喔 他這個3塊半是創 創新高你知道嗎 創新高耶 你獲利 你公司調整好 獲利開始創新高 你股價呢 股價還在這邊 不太可能啦 你股價應該要怎麼樣 你股價起碼要去挑戰前面的高點 對不對 那挑戰前面的高點 你再想一下 我剛剛跟你講那個殖利率 就是你用明年的獲利來看 明年市場上要給他調整的那個殖利率保護 是不是應該也差不多在那邊 對不對 所以中國可不可以買 可以買對不對 所以 所以我就叫你買 就這麼簡單而已嘛 對不對 好不好 所以呢 所以 也不用擔心啦 有掉下來 因為 後面還有假期嘛 如果說這兩天還有震盪的話 再來陸續慢慢買 好不好 拿這個加登 好不好這加登震盪一下啦 現在 20分鐘一盤 差不多20分錢一半 好不好 他就台積電養的 台積電養的嘛 沒辦法啊 啊價差也拉開了 好不好 200塊 我們200塊以下的成本 現在震盪都在230 240在那邊做震盪 你要 如果說你會害怕的話 你隨時要出都可以出 反正就是快整理 那個整理完 應該這麼講啊 他這個警示 應該是警示到7月初嘛 對不對 7月初20分一盤嘛 那警示到7月初 20分一盤快結束的話 的時候 那時候剛好如果放6月營收 6月營收如果說 放出來是 真的大成長的話 你覺得不會飛上去嗎 我是覺得我是比較樂觀啊 但是因為我的價差已經拉開了 所以呢 所以我不會擔心 好不好 所以就差不多這樣 所以呢 所以就是 有些股票認為是有機會走波段 好不好 就是 你眼光放長一點 當然我知道你眼光放長一點 老師那個 會有點無聊 有點無聊 所以呢 我會帶你做點短線 就差不多這樣子 所以你也不用擔心 好不好 所以這個禮拜能賺就盡量幫你賺 那沒 如果說行情還是繼續換來換去的話 下半年就開始賺 那什麼關係 對不對 好不好 所以頭髮我們做個結論 其實我在講還是一個操作的方法 你有操作方法就有貨 那就有下一支嘛 好不好 那當然心法是什麼 跟著大俄走財富一定有嘛 那補充一下 我們換的那一支 籌碼你可以自己看 籌碼不是很不錯嗎 大俄鼻是有下來嘛 大俄鼻也沒下來嘛 為什麼 後面會好嘛 大俄鼻就維持在很高檔啊 不是這樣子嘛 好不好 好 喜歡我的分析的話 你可以點個訂閱按小鈴鐺 我們節目更新完第一時間 推播通知你 好 今天各位分享到這邊 籌碼動足先機懂人掌 我請先祝大家明年操作順利 明年見 拜拜